疫后迎来邮轮复苏 意大利哥施达邮轮宣布重返亚洲 哥施达舰队中的沙伦纳号 在今天抵达了基隆港 举办了海上派对 为下半年的航程暖身 而这也是疫情之后 睽違了三年再复航 而这艘邮轮在疫情期间 也全面的重新改装 以新的面貌抢攻亚洲的旅游市场 历经新冠疫情 睽違了三年 意大利邮轮回来了 哥施达沙伦纳号 29号停靠基隆港 举办一日海上派对 一上船就可以感受到 意大利的人热情 马上就被服务人员 拉着一起来跳舞 伴随着歌舞声 为下半年度的航程 拉开序幕 7月起赴航 再度以基隆港为母港 可搭载3780人 带领旅客从台湾出发 到日本韩国玩透透 沙伦纳号在疫情期间 除了重新装收粉刷之外 还在船上新建制了 这个粉嫩又可爱的冰淇淋法 让旅客可以体验到 更道地的义式冰淇淋 义式冰品清爽不甜蜜 品尝完各式甜点后 开箱最大仓房 沙伦纳套房 42平方公尺 宛如海上皇宫的设计 期盼吸引疫后旅游人潮 重返昔日旅游荣景 2025年台湾地区的游轮应该是整体 可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 MSC地中海游轮荣耀号也在5月4号首度快闪基隆港 这艘载客人数高达5686人 更创下基隆港靠拨最大游轮的新纪录 另外3月24号顶级游轮 法国旁落游轮日立号也是首度来台 主打探险路线 船只可以驱兵 适合穿梭在岛屿间 各大游轮造访也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台搭乘 再创海上荣景 记者真珊零星基隆报道